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是Iraise 我是永裕 那有很多各国的新住民朋友 在台湾落地生根 甚至就业创业 那在台湾生活有哪些文化 又或者是生活上的差异要适应 节目也邀请他们来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聊聊新住民的生活 那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来自越南的阮世梦 世梦你好 你好 好想先请问世梦 世梦是来自越南 想先请问你 跟你的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朋友介绍 朋友介绍 也是朋友介绍 是去玩吗 老公去玩 去越南玩 然后是 所以是越南你的朋友介绍 所以他刚好也认识你老公 这样子 然后所以老公是去玩 然后就是朋友介绍 然后就当地就认识 所以刚开始认识老公的时候 没有想到说要 有什么未来的方产吗 还是说也是有 还是就是对到眼 还是说就是 就想说 就是先认识个朋友看看 然后就认识了 就觉得说 好像可以交往看看 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个感觉呢 就我朋友 嫁来台湾的 他就带过去越南玩的 这样就认识 是朋友先过来 先过来 先嫁来台湾 然后他知道说 哎 嫁来台湾其实还不错 然后刚好认识 这边的台湾人 然后过去台湾 过去越南玩 然后就想说 在顺便介绍一下 自己的好姐妹 然后给台湾认识 结果就刚好 就是你先生 这样 所以其实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是想说 有可能会嫁过来台湾吗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还是想说 就当个朋友 就刚开始认识 就没有多久 就嫁过来 所以也是很快的 每天都是很快 对很快 都很快 所以一开始认识 应该就是有心理准备 说有可能会嫁过来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 有交往的时间 有吗 还是说就是认识 觉得 就不会讲话 开始也是不会讲话 就是不会讲中文 应该是怎么沟通的 对对对 就用笔的 用笔的 怎么那弄笔的 然后这样都会通 就是就是先生是完全不会讲越南话 你是完全不会讲中文 对 所以就完全是看外国 我来台湾 那边才学 所以你有去像什么 就是你知道要过来的时候 有去学吗 有学一点点 有学一点点 但是只是基本的沟通 打招呼这样子 对对 所以真正来学 是来台湾学的 那你有去什么地方学吗 在台湾有吗 在南投 平和国小 平和国小 国小的那种可能类似补校 课后晚上上课的那一种 所以他就是从最基本的 我有读到国小毕业 在台湾有读到国小毕业 就是没有继续往上 但是其实国小就最基本的沟通 没有问题 这样其实就OK 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可以沟通 所以在台湾的国小上课 就是从最基本的沟通 注音符号开始学吗 所以注音符号也是 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上的 刚嫁过来就过去上 刚嫁过来几年才去上 还有待几年的时间才过去上 是跟小朋友一起吗 然后一起学注音 很多东西跟小朋友一起 所以不是自己还是 小朋友读白天 我们读晚上啊 小朋友读白天 然后妈妈读晚上 再可以一起一起写功课 对那这样你来台湾 对 就有去过哪些地方 还是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很久啊 游戏游戏玩啊 有印象去哪 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 宜兰啊 宜兰啊 我跑到宜兰去 可是你在南投不就本身 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吗 对啊 什么是乐台那些 不好说 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 可能就是 可能应该是在家的话 就觉得还好 就觉得就是在家隔壁就不想 就没有出源门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离开 有回去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九九花顺啊 哦 九九花顺啊 哦 这是乐台啊 对嘛 这是最基本的 一定还是要去吧 就很像后院这样 今天到后院走一走这样子 那吃的东西呢 有没有习惯 就习不习惯刚来的时候 还好 还好 你都没有什么 想念假象菜 对啊 我不会挑了 你都不会挑 就是完全入境水族吗 都吃 都吃 什么都是 什么都吃 所以刚来都没有什么觉得 台湾的哪一道菜 或什么样的料理 让你觉得 不太喜欢 或者是怎么样 可能不够辣 不够酸 对 或者是觉得口味太重什么的 都不会都还好 这样子真的是还蛮能适应 对啊 对啊 就是老公取代也很幸运 这样子 就是反正就很好沟通 然后来的时候 也很就是适应台湾的生活 这样 可是天气呢 天气你不会觉得说台湾 有一点冷啊 有一点冷对不对 你刚来的时候是冬天还夏天 你有印象吗 冬天 冬天 是冬天来 那会不会觉得特别的 真的觉得特别冷 真的有觉得冷对不对 而且21年前应该还是很冷 温差有20度 有21年前还是还是很冷 中秋节的时候还还穿外套的 中秋节就穿外套了 现在中秋节很冷 所以21年前来就是你有觉得 唯一比较不习惯就是 觉得是冷这样子 尤其是如果是寒流来的时候 那这样你来台湾这么久 你有再交到其他的朋友吗 就刚开始没有 刚开始没有 后来才很多 后来是怎么样去 后来我们是住工厂 去工厂上班 然后就是有认识到 也是越南 就是东南洋的朋友 还是说也是有认识到一些台湾的朋友 台湾 没有都越南 都是越南 主要还是生活圈 还是越南的朋友居多 那这样子会 大家一起出来玩 还是什么 就是交流 会一起可能姐妹约一约出去玩 没有 就要酒东西吃而已 酒东西吃 酒餐 酒餐这样子 你们都煮些什么 对 煮越南的 都煮越南的菜 可以讲一下说大概 是梦最拿手的一道菜 对对对 料理这样子 就是摆出来大家就 哇 我赶快来吃这道 有没有什么 我们就想煮那个蒜辣汤 蒜辣汤 所以台湾的酸辣汤 跟越南酸辣汤 应该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们煮的是越式的 然后酸辣汤 它是差在哪里 会加什么东西 对 比如说料啊 我们料很多的 料很多 什么都加 对什么都加 什么都加 然后海鲜 对 豆腐 没有豆腐 豆腐是台湾的 豆腐是台湾的 木银是台湾的 对 我好像知道凤梨 对对有凤梨 台湾的酸辣汤 越南的酸辣汤 加凤梨 然后还是会加辛香料 高丽菜 高丽菜 空心菜 空心菜 所以海鲜 然后菜 对很多 然后凤梨 就好像比较 我觉得蔬菜 比较 感觉比我们的还健康 比较健康 比较好健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一场主要是酸辣汤 那还会有哪一些 哪一些料理呢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春卷 对对春卷 越南春卷 对对春卷 或者是炸的那个 对对家的 芋头 炸的芋头卷 就是因为春卷有炸的跟两板 对对对 所以两种都会做这样子 那会做那一些什么 荷粉还是什么的 炒饭 荷粉都卷 都是做比较凉的 然后领多就是酸辣汤 可能是大家能一起吃的 对 因为荷粉可能 cad 一人一碗 哦 对对对 所以还是大家可以一起吃 比较方便这样子 所以你来台湾之后 那有开始工作吗 之前有说去工厂 有去工厂 就是一直都在工厂吗 对 一开始工作 刚开始就跟老公交生意了 刚开始跟老公做生意 后来就做工厂 所以老公是做什么样的生意啊 他做夜市 夜市 就跟着夜市 然后去摆摊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就是有帮老公做生意 然后后来就是去工厂 所以现在一直都是在工厂工作吗 对 那当工厂就是 也做蛮久了 一开始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出去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开始要 准备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 语言不通啊 对对对 还好 都还好 所以你工作也是 就我过来好像六七年还上班了 还好啊 所以那时候已经 已经会讲话可以沟通 而且你也上过 有学过中文了 对对 所以就是出去沟通 就是出门觉得不会太困难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 呃工厂也是在家里附近吗 对 呵呵呵 所以就是在家里工厂上班 诶 所以那个工厂是 比如说朋友介绍的 还是说你自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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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出外靠朋友 真的 真的哦 都是靠朋友 然后介绍你去干嘛 然后介绍对象 然后介绍工作 然后介绍去 什么都是 聚餐啦 对聚餐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在外面 朋友很重要哦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 世梦其实也是一个 适应力很强的人 对 就是也是很快的 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生活上的差异要适应 就是顶多就是觉得 比较冷一点 然后加一件外套 也就还好 对对对 感觉也是很适应 在台湾的生活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有小孩之后的 教养问题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挑战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世梦聊